这里太堵了 堵得一塌糊涂 从乌鲁木齐北路 走到华山路的乌鲁木齐中路 我这条路确实太堵了 堵得厉害 好像是 他说是乌鲁木齐北路 是到华山路一交界的 再过来就叫乌鲁木齐中路了 好 我们今天出来的这个意思 因为昨天发生的 26号发生的 就是 26号发生的 抗疫事件 应该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 本来的 他们意思就是 哀悼 哀悼乌鲁木齐 被活活烧死的 那个火灾的现场 那个死去的那个 10个市民吧 公民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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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难者吧 说一下遇难者 刚刚这个 就是 就是 就是华士安医院 呃上海有名的 华士安医院的那个有名的是一个是神经外科 还有一个是皮肤科吧 他很出名的 所以说天天看皮肤科的八点多钟 从前我来看一下皮肤科的时候八点多钟来那个排队 到下午才才看上看看五分钟都没有的 呃 好测远了啊 嗯 嗯 纪念那个 26号晚上是纪念那个就是乌鲁木齐 呃在火灾呃呃 呃 市区吧 呃为了纪念他们 所以说我觉得估计也是他们肯定是有一个组织吧 在看了以后就是一个组织发起人啊 我就觉得肯定是有带头的 没有带头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哪一个人写了一张纸头都过来看了 就我就觉得这个不太可能的事情啊 呃 不太可能发生的呃 估计是有带头的 在微信里面 哦 你现在看到吧 看到吧 左边两边左右两边啊 都是那个都是那个 弄的这个啊 弄的这个门板把他封起来了啊 弄的这个门板把他封起来了啊 看看左右两边都是 昨天就是在那里 呃 哦 警察也是挺多的啊 里面黑保安 哇 也是挺多的 昨天 呃 昨天是就是在那个 就是这次就安抚路 在安抚路的那个路口啊 呃 喊是个示威者的啊 安抚路 现在左右两边的那个 那个 右边的那个 安抚路上那个 安抚路上的那个 哦 也也都 封起来了 哦 左右两边都封起来了 哦 呦 把那个啊 路口 在路口 哦 这个全部都 把那个 把那个围墙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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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皮都把它挡住了 把那个都挡住了 哦 哇 哎呦 紧急的 紧急的 哎呀 哎呀 太太厉害了 估计就是 这这这这样的啊 现在 也 这个这个 哈哈哈哈 好 呃 我们就接着说 肯定有 肯定有 那个 肯定有 那个 挑头的 肯定有的 是吧 肯定有 挑头的 那个 人 过来 把那个 召集起来 估计就是 好多都是 我就觉得 第一个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 估计不是在 微信上面 估计在 那个 电报群啊 Telegram 里面 那个 就是 召集大家过来的 估计 昨天看到 都是年轻人 人数 我 因为我没来嘛 我也是在 呃 在后来才看到的 呃 年 都是年轻人 估计就是 一开始 一开始的 那个 就是大家 喊喊口号 喊喊那个 发泄一下 我就觉得 最主要还是发泄一下 呃 第二个 就是 到了晚上 应该是说 这里也 这里也封起来了 屋里屋气 整条路 哦 哇 旁边警察也挺多的 啊 警察也挺多 屋里屋气 整条路给封起来了 哦 呦 就把你 哈哈哈哈 没事找死 啊 哎呀 呃 估计就是人越来越多 拒绝了越来越多 就是呃 估计也是挑头的 呃 我也是看了那个 看了那个 王菊 王菊 王菊嘛 看了他的那个视频以后 才知道 呃 整个整段事情发生的过程 呃 呃 估计我也是 赞同王菊说的 不要 不要那个 针对那个 说什么下台 下台啊 这估计也是有一个人在挑头的 肯定是有挑头的 在乌鲁木齐路上 也有领事馆也是好多的 靠近华海路上的都是领事馆嘛 呃 右手边的那个是一个伊朗领事馆 前面左边的是一个法国领事馆 右手边的是一个美国领事馆 这里路上领事馆也挺多的 我就觉得一开始年轻人嘛 大家发泄发泄情绪 我就挺正常的 呃 千万不要说什么共产党下台啊 老大下台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确确确实不好 我就觉得不要想这这这就是给人家那个 增压你的口舌吧 呃 三东颠覆吧 颠覆国家 颠覆国家 刚刚说的两个维护 两个恢复 我就呃 绝对 那右手边的是美国领事馆啊 华海中路1469号啊 这个美国领事馆 美国领事馆上次有一个那个 呃 上次有一个那个驾驶员嘛 他们到我们开了 开了车到我们呃 呃单位来吧 我跟那个驾驶员闲聊的时候 说那个美国领事馆也管得很严的啊 他那个上网的啊什么东西呃都管控的很严的 还有里面的活动区域不能乱走的呃 不能违反的 他们是吧 好 再接着说下去啊 呃 前面就恒山路了 恒山路就是乌鲁木齐路 恒山路一直下去就是那个呃 就是那个造家帮路啊 呃我们再接着说啊呃我就觉得说那个下台啊 这个很不好我就觉得 落下了口舌口舌嘛就是基本上那个还有好多那个 嗯我就觉得里面肯定就是有便衣的嘛呃到时候给给那个抓起来我就觉得 那说的难听点的话都是一点年轻人都是一些年轻人年纪很轻的就是呃处事经历不丰富的对那个对那个呃呃呃呃国家机器啊增压的机器啊呃了解还是不足还是太幼稚了呃呃呃说说口号喊喊喊喊口号那个没必要是吧你喊了一下口号 啊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不了问题啊 反而给给人家落落落落落落落的口舌啊那个说你这个反动啊或者或者什么的呃这个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是吧呃这个很不好我就觉得呃一方面把你的将来的前途都耽误了或者对家里人都有那个影响了呃如果挑头的抓起来的哎呀我就觉得一开始是挺温和的讲道理呀讲什么讲那个法律呀讲那个什么我就觉得都是挺好的 呃千万千万不要这个呃呃就是说说那种呃延迟激烈的那种东西啊我就觉得没有好处再也不给你个人啊或者大家那个现在都是AI技术很很那个很那个就是很那个发达的他这个一扫一扫把你这个领能力识别一下你虽然戴着口罩识别出来了语音识别出来了你你何必呢给那个人家敲门说你熊心知事或者 呃涉嫌射嫌射赫深谷田戴着口罩识别出来了啊呃呃涉嫌射权三颅颠覆国家 你一判就判你几年合并了修认过来都是呃 哎呀哎呀 小年青我就觉得 如果是我孩子我就呃 如果她说出这种口号我就觉得 呃第一方面啊如果是小孩子 他愿意去我也没办法 他愿意叫我怎么办 反正小孩子也大了 是他的自由 我内心想 但是我嘴巴里肯定会说 但是他的脚长在他的手上 我也不会把他关在家里 我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他想去还是去吧 对吧 但是我会阻拦的 如果我知道的情况下 我会阻拦一下 我会劝导一下 我会那个 就是 我会那个 我会 言语上激烈的劝导吧 但是他硬是要去 硬是要怎么样 我没办法 我就是 也是会让他去的 我不可能不让他去的 但是 这个后果 我后果 我肯定会跟他说清楚的 后果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我也肯定要跟他说清楚的 你所认识的祖国是怎么样 你认识的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子的 我要跟他后果要跟他说清楚的 但是听不听是他的事情 脚掌在他的身上 我也没办法 我是这样的 但是说好了小年轻 但是他还年轻 说记网络的笑话吧 他们还只是一个孩子 事实上还很落后 在祖国的教育下 还是几个 一千多人啊 千八个人的巨婴 这个没有 除了我就 除了几个别的 那个恶意的 有意的 说的那种带头挑事的 我就觉得这样很不好 我就觉得那个带头大哥 很不好的 第二点再接下来我说一说 说一说政府吧 政府还网开一遍吧 他们还是年轻人 虽然嘴上那个 嘴上说的那个反动的标语吧 或者情绪激动的那个标语吧 口号啊 但是我就觉得 还是应该 还是应该那个 从宽处理 口头教育一下 让家占领回去就可以了 我就觉得这样做一下可以了 有几个挑头的 处罚稍微严重一点的 我就觉得 还能接受 但是大部分的人 还是以教育说服 感化为主吧 没有必要那个上高上线了 是吧 毕竟是关在家里 家里那个这么长时间了 大家同情一下 你一直关在关在市中心啊 关在城里面啊 哪里也不能去 要到外地去啊 跟同朋友聚会聚会也不能去 出去到好多场所啊 要怎么怎么都不方便 好多好多年轻人呢 经济来源都没有 好多年轻人都是失业了 经济最起码收入下降了吧 他平时喝红酒的 你叫他喝那个黄酒 或者喝白开水 酒都不喝 平时都是 生活质量肯定有下降了 他们发现发现 这个也应该的 希望那个 人民政府啊 能够宽大处理 宽大处理 不要那个 太那个 是吧 争取那个宽大处理 好吧 我就是这个意见 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这条路实在太统了 如果我开车 我如果我骑自行车过来看一下 估计就是这样看一下了 也不能跟人家交流的 跟那个 我还有估计一下 这条路肯定给他封掉 前面的那个 就是安福路啊 安福路 安福路整条街上都给他封掉 车子不浪静的 还有最后的时候啊 他那个 呃 12点钟以后啊 清场了 清场了以后肯定要抓几个人回去的 有清场的 肯定清场的那个 挺那个 是吧 肯定 这种路牌啊 肯定是昨天那个星期六晚上的 把那个整条路封空封起来的 是有可能的 现在我们看看 这条路上还有警察在那个 也有警察 也有警察在维持持续啊 好啊 好 我们等一会儿到安福路上 左边 呃 右手边的有一个那个空地嘛 空地就是那个 乌鲁木齐路上也有 也因为冻迁的时候 90年代动迁的时候 也有出过好多事情的 有强迁的 有有那个就是 嗯 当时的应该还不健全吧 如果你是丁子妇滞留下来的那个 他会在那个就是 呃 召集社会上的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那种人吧 到你家里 破风啊 殴打你啊 晚上 晚上还砸你的玻璃窗啊 这种事情都有发生的 在乌鲁木齐路这段地方 我听说过挺挺厉害的 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个 乌鲁木齐路那段是 那时候因为冻迁 那个还不是特别健全吗 还不是那个 这样 反正就是断水断电啊 呃 或者用黑社会的那种人啊 来呃 那个就是弄你 前面 上两年的时候 我基本上一直看见有一个 有一个男的吧 在安福路的那个 在安福路的那个 在乌鲁木齐路口啊 他有一个专门有一个 有一个应该算年纪大的 应该算呃 七十几岁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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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哦 有一个人也是在拍视频 哈哈哈哈 七十几岁一个一个老年人吧 在坐在马路边 就是 举着一块 就是坐在马路 呃 拿一个小凳子坐在马路边嘛 呃 牌子上面写着 呃 什么什么公司啊 还我房子啊 估计也是强签的 强签了以后 到现在也不不给他解决 呃 再 再说一下 呃 乌鲁木齐路上 也是那个 老房子居多 呃 拆拆了以后 基本上这条路上 没有什么 弄堂房的 都是挺干净的 就是呃 呃 纯粹的说的上只脚吧 纯粹的就是那个上只脚 都是不像我们这种弄堂房 倒马桶的 估计 他们没有 他们估计就是呃 从前的那种没为何用吧 呃 呃我们前面转弯了啊 到安抚路上 安抚路上的那个 安抚路上的那个也是 也是老外住的挺多的 哇 现在这条路你看啊 都围起来了啊 估计昨天就是呃 我们再看一下 呃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左边的那个呃 几个店面嘛 就是昨天那个警察站在一排的 呃 他们在啊 下台下台下台 你看这种都是小别墅 连体别墅的那种房子 右手边呢 就是造了个大楼嘛 这大楼都是老外住多的 呃 从呃 前几天呃 天气好的情况下都是老外多 里面都是老外 那个还有风空的时候 在五月风的时候啊 呃 就是 这条马路上老外已经很多了 老外才不管你的 他要出来就出来 他要站在马路边怎么怎么的 要出来就出来 所以说 一个世界 两种这个你看 我们还羡慕老外了 乌鲁木齐的市民 羡慕我们啊 这里都是老外多 还有这里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画区院 这条路是挺萌义饭的啊 很fashion的啊 fashion fashion啊 好的 我们今天这段视频也录完了啊 呃 这条路上你看 呃 就是警察多啊 啊 维稳经费又要上涨了